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焦动漫基地本周我们将迎来,陆罗大陆87集的故事。 在撞见火舞亲吻唐三之后,小五和唐三的感情又会如何发展呢? 可以说此前虽然小五和唐三关系很亲密,但是总是像隔了一层窗户纸一样,两人之间的情侣关系并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进展,而如今火舞的插入,让两人关系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,小五也是为唐三献上了初吻。 看来两人之间的感情催化剂,只能是外人的加入了,这样才有危机感。 在唐三与小五的关系升温之后,陆罗大陆的另外一对情侣,朱朱清和弹幕白,也会为我们带来最甜蜜的狗粮,在与吃火学院战斗之后。 史莱克学院迎来了一个新的强大对手,雷霆学院,雷霆学院的力量虽然强大,不过因为唐三给弹幕白仙草弃融通天局的关系,他们的麻痹之力,对于弹幕白没有任何的影响,在击败简单的对手之后, 弹幕白迎来了宿命之战,与蓝殿霸王龙家族一天心的战斗,虽然弹幕白凭借着微弱的优势获胜,但是自己却也受伤不小。 朱朱清也是非常的心疼,在弹幕白受伤之后,对自己的某些行为做了忏悔,明白彼此心意之后的二人,弹幕白也是对朱朱清表白,这自然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。 发唐甜道报,此前朱朱清尝试相思,断肠红刃主的那一刻,也是因为弹幕白的花心,让朱朱清放弃了这棵仙草,而在八十八级中,两人终于近视前嫌,为了大家好大一把狗粮呀。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见。 我们下期见。